哈喽大家好,我是高静Karen,欢迎来到我们第二期的节目 今天的主题是 你知道全世界每天有多少杯咖啡被喝掉吗? 那你知道前20名的国家有哪一些? 而且冠军竟然是他? 那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一一揭晓吧 咖啡以前价格昂贵,只有贵族能够喝得起 后来渐渐成为了国民音品与时尚生活融合在一起 每个人都有权利享有一杯咖啡 根据科学杂志的统计 全世界每天要消耗22.5亿杯的咖啡 足以见这个惊人的数字 那么大家就会问,这些咖啡的生产国到底是哪一些呢? 可以看我们上一集的内容有提到咖啡生产带 那在这些咖啡生产带最重要的出口国就是巴西 占了全世界的33% 再来是越南、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伊索比亚这些国家 那我们就公布第十名,加拿大 每人平均每天喝1.8杯的咖啡 排行入前十名唯一一个非欧洲国家入选 为什么咖啡会在加拿大特别盛行呢? 1964年有一个冰球选手Tim Hortons 他在加拿大开设了一家连锁咖啡厅 一开始他只卖天天圈根咖啡 最特别的饮料就是 double sugar, double cream 双倍糖粉、双倍奶油 再搭配他的特色甜甜圈 风靡一时 全世界十几个国家 拥有4700个分店 他们占市场份额的63% 星巴克只有7 碾压了星巴克 第九名,卢森堡 不要看他国家小小的 他们对于咖啡的热爱可是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他们很喜欢喝cappuccino或是latte 这种加了牛奶的咖啡 香醇浓厚 特别是早上他们一定要来一杯 平均每人每天也是喝1.8杯的咖啡 他们还会配上传统的卢森堡甜点 与咖啡一起享用 第八名,比利时 比利时你可能一开始想到的是waffle 巧克力、啤酒 其实咖啡也是非常重要 在他们生活当中 比利时的咖啡跟巧克力的历史一样长 他们平均每人每天喝1.9杯的咖啡 作为曾经是殖民国家的比利时 他所到之地像刚果、卢安达都受他们的影响很大 是这前10名国家里面最贵的 每一杯要4欧元 第六名,瑞典 每人每天喝2.3杯的咖啡 在瑞典有一个文化叫fica fica指的是工作时间内为了喝咖啡和聊天而做短暂的休息 在瑞典的fica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 特别是浓缩咖啡像expresso这样子的咖啡 外来的咖啡品牌在瑞典是极为少见的 他们非常注重本地的浓缩咖啡品牌 像是浓缩咖啡屋或威尼咖啡这样子的一个 大家比较著名的本土咖啡品牌 都有极高的占有率 第五名,荷兰 每天每人平均喝2.3杯 跟刚刚的瑞典差距极小 荷兰人在1616年成为第一批获得活咖啡树的欧洲人 从此开始荷兰的咖啡种植大叶就此展开 有趣的是荷兰的咖啡文化 因为南北不同的宗教 北方聚集比较多新教徒 喝咖啡的时候配一块小的曲奇 而南方信奉的是传统罗马天主教 喝咖啡的时候一定要配上一块大的馅饼 第四名,丹麦 每天每人平均喝2.4杯的咖啡 如果北欧国家是咖啡的王国 那么丹麦就要算咖啡的王子 丹麦人追求的是一种喝咖啡衍生出来的舒适感 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很多可以向丹麦人学习的地方 像其他的斯堪地纳维亚人一样 丹麦人的传统是在吃饭时候喝咖啡 好,敲锣打鼓现在要开始介绍前三名啦 第三名,冰岛每人每天平均喝2.6杯的咖啡 冷的气候与一杯热的咖啡之间必然有一定的关联 它能够增添一种完美舒适的感觉 冰岛人也是喝咖啡的狂人 冰岛人的养成手则是 没事多喝咖啡,多喝咖啡没事 自从咖啡在1703年引进冰岛 咖啡就成为了冰岛重要的文化之一 对冰岛的人来说,咖啡就像啤酒一样 是一个庆祝节庆的重要饮品 第二名,挪威 每天平均每人喝2.7杯的咖啡 在挪威有一句话说 没有咖啡,整个挪威都没办法运作了 跟多数的北欧国家一样 挪威在18世纪初是咖啡首先在富人之间流行起来的 尽管挪威当时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 但因为丹麦殖民 所以仍然拥有大量的便宜咖啡享用 在挪威,早餐一般是喝咖啡 晚餐后也会喝,但是会搭配甜点 挪威人常常会邀请朋友聚在一起喝咖啡,吃点蛋糕 如果你有机会去挪威 一定要去尝试有一种饮品叫Kashrik 一种淡咖啡和福特加酒制作的一个鸡尾酒 别害怕,如果你觉得这种饮品太烈的话 你可以加一点火把酒精烧掉 第一名 芬兰 芬兰平均每人每天3.3杯的咖啡 这个数字还是把小孩老人都放进去了 所以你可想而知 每一个人如果是成年人的话 每人每天平均会喝掉多少杯的咖啡 几乎整天都在喝咖啡 多数的时间呢 不管是在工作 早上、晚上、下午茶 都是要搭配咖啡一起享用的 特别是一些特殊的场合 像是教会的午餐 通常是会有三明治、面包、曲奇、糕点 以及喝不完的咖啡 那么芬兰最流行的咖啡是浅烘焙的咖啡 比全世界任何国家的烘焙都浅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荷兰早期会是以自购生咖啡豆再加烘焙有关 因为他们制作咖啡的传统方法也是跟土耳其一样 是不断的来回煮 你可以看得出芬兰的咖啡文化多受其他国家的文化影响 咖啡文化早已是芬兰文化的其中一部分 也可说是如同血脉一般不可割舍 这时候大概就有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没有美国呢 美国感觉是星巴克各种咖啡的发源地 其实美国每人平均每天喝一点一杯的咖啡而已 不过因为它的人口基数大 就这样喝掉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咖啡产量 成为了全球咖啡消耗国的第一大国 据说第一次登上月球 阿波罗号在返航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小故障 在生死有关的时候 地面的工作人员就安慰太空人说 别担心香农的美式咖啡正在等着你 你看美国人民有多么爱喝咖啡 那中国呢 目前中国的人均是 平均每天每人消费的是0.03倍 这个数字还在渐渐的扩张当中 跟中国相比 台湾的咖啡已表现出市场成熟的迹象 现在人均消费已达150倍 那台湾也是拥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便利商店 你可以随时随地买到现模咖啡饮用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啦 我是高静天人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主题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想听更多 关于咖啡相关的议题或是故事 拜拜